民眾在農地上忙著 剪食土塊蓋土窯 手腳快的已經生起火 把土窯燒黑了 水林鄉舉辦番薯文化節 要蓋600座土窯 超過1500人湧入 1、20分鐘 然後再加上起火的 應該半小時內應該可以 很多人生下來都倒閉 因為那個孵孵也倒閉 所以這條油怎麼會乾孵的 你就看這個土 它顏色如果變成紅 轉黑 這時候溫度夠了就可以熄火 感覺很有趣 就是體驗當地的文化這樣 除了蓋土窯 現場還請來烤番薯的專家 準備2000斤的番薯挑戰 今時世界紀錄 不間斷烤番薯還免費請民眾品嘗 現場還被有免費的現炸薯條 吸引民眾大排長龍 另外還設置挖番薯專區 讓民眾體驗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 有吃有玩 現場樂飯天 新方人亞特電視 招明成英文 他們雲林採訪的喔 仲間都要 CTRL 搖曬 咪 小 兒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